以经济萧条逆城市化农村常住人口重新回到70% 二财富萎缩通过100比1的方式收缩国民财富 消除富裕阶层化解金融风险 三闭关锁国除了权贵集团不得出国旅游 平民的孩子不许出国留学 四网络风控升级 社交媒体荒废手机回归电话和短信功能 五交通冷落高铁和飞机除了主干线路上能运营 直线全部停运绿皮火车重新成为主流 六城市凋蔽三分之一房产项目烂尾 炸掉到处都是废墟 其网商贯停供销合作社 重新成为商品流通主渠道 按计划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把超过一半工厂关闭 超过一半工人下岗 超过三分之二餐饮酒店倒闭 酒衣服回归简朴耐用颜色样式趋于单一 国外品牌国产统一品牌稀少地方品牌成为主流 十发式简单男性平头 女性短发或者辫子 罕见染发和烫发 十一电影都是主旋律红色剧 不再有好莱坞电影 也没有民营电影 十二流行歌曲成为禁忌 歌颂领袖歌颂党和祖国的歌曲覆盖城乡 十三军人重新受到特别优待和尊重 成为恋爱结婚的新宠 军装在年轻人里流行 十四红袖章重新流行 遍布街道社区车站码头 管理交通 检查可疑分子 十五领袖图像布满会场 深入家庭 塑像处理于交通要道和单位入口 十六非必要不出行 凡离开自己所在的村镇城市 必须经所在地管理机构批准 十七大学削减一半以上 转为中专和技工学校 下岗教师回乡创业 十八因为外汇见底 无力进口油气化工业萧条 因此化肥农药紧缺 造成农业减产粮食短缺 十九全国抓特务和反动分子 被靠被掩队研互相监督 包括家庭成员 二十农村一村一食堂 保证孤老贫困人口不至于饿死 别以为这是幻觉 这将是五年后的日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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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